HELLO 你好 又是我Esther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可以用一些最简单的方法 去洁净我们家的瓷场 其实我们家里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的梳化、我们的墙、傢俱 全部都会有记住我们讲过什么的记录 所以有时我们跟家人有些挨拶 或者自己有些情绪 会留在我们家的环境里 所以你发觉有些越旧的房子 进去之后是越不舒服 那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 清理居住环境的瓷场呢? 就是这个 这么冰淡的瓷 这个瓷我敲给你听 是不是只是听也很好听呢? 你不要小看这个这么小的瓷 它可以直着我们敲它 我们可以清洗我们家的负能量 例如我们的梳化、墙 他们储存了很多我们的对话 我们的聊天 闹过家的记录 那你当然不想有这样的记录 那我们可以 久不久 一个星期几次 就用这个瓷场 在家里不同的地方 譬如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床 厨房 厨房 厕所 厅 每个角落都会用这个瓷 敲 有一个作用是清洗能量墙 是把我们的记录 洗掉 所以很多朋友来我家都说 Essa你家里很舒服 其实呢 当然我没有用碧荔珠 也没有用什么古灵精怪的东西 其实我用这个瓷 经常清洗我们的能量墙 所以大家都考虑这个瓷 其实百多元而已 非常便宜 又很简单 就可以清洗我们家里的能量 怎样选择呢 我这个呢 你会发现是凹凸凸的 一般你去了 如果你去了妙街 或者你去了一些店铺 买的那些慶 可能是很圆滑 而且是有些繁文 而且是印得很完美的 那些是属于基印的 那我这个呢 凹凸凸的 是手磨的 是用手凸出来的 兼夹它有七种金属的 那当然啦 百多元一个瓷 你不要要求它里面有很多金 可能叮叮叮叮叮叮叮 那么多金 但是那些是有七种金属的 那所以呢 而且它的声音是很好听的 一个这么简单的工具 就可以帮到我们 有一个很舒服的居住环境了 OK 今天呢 又跟你说了这么多 拜拜